等到恶果来了 就向夫妻吵架 我曾经跟一个人说 你吵一百二十次架 你老婆就会跟你离婚 结果 他吵到一百一十次的时候 他每次吵架 老婆就想跟他离婚 在第一百二十次的时候 就真的离婚了 因果报应到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傅说 量变到质变 数量多了 原则性的问题就变了 师傅还说 所以千万不要去碰因果 该是谁的因 因果自负 谁想逃避都逃避不了的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 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跟大家分享一件 法喜的事 现在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一般订货都是先订货 报数量 付款了 然后再发货 我们刚经历了一件事 我们订货数量报过去 还没有付款 厂家就直接发货了 然后告诉我 已经发出来了 我问还没付款 怎么发货呢 虽然钱不是很多 几千块钱 但是第一次往来 又不熟悉 先发货了 非常感恩 原因是 人家知道 我们是学心灵法门的 学佛人 所以人家不担心 先发货了 这说明 人家相信心灵法门是正的 相信学观世音菩萨 跟着卢君洪台长 学佛修心念经的人 是值得相信 不骗人守信誉的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家宝宝从出生到现在 已经快三足岁了 什么都好 就是牙齿只长了前面四颗门牙 其余的牙齿 一直就没长过 眼看别家宝宝都已经长满牙齿 可以吃各种食物了 而我家宝宝还要把食物剁碎 想各种办法让它进食能消化 全家人急得团团转 找了很多医院就诊 最后在一家专科医院 专家诊断为 牙床里没有牙齿 需要种植假牙 孩子天天在长 假牙也要随时跟着更换 全家人陷入了痛苦之中 使心灵法门救了宝宝 无奈之下 我们发送邮件到东方台 东方台 让我们按要求去做 如果一到两个月牙齿还没有长出来 那就真的要去做种植牙了 我们如获至宝 认真的为宝宝念经 许愿和放生 结果三个星期 宝宝没有牙齿的牙床里 长出了两颗雪白的大尺 我们开心极了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分享一下一件事情 我婆婆2014年10月脑出血 昏迷一百多天 我们没有放弃任何治疗 同时我用许愿 放生念经三大法宝 在一个月内放生十万条鱼 半年内烧送九百张小房子 后来在一年内烧送五百张小房子 每天还念经 现在婆婆可以自己吃饭 说话 走路 虽然智力只有十岁左右 但已是一个奇迹 可喜的 虽然记忆没有完全恢复 但心经可以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昨天因为生理期原因 准备睡觉时腹部很痛 根本难以入眠 我就求观世音菩萨妈妈加持 说好好睡觉就一定写分享 也不断念着大悲咒 今天早晨醒来时 已不记得昨天是什么时候就入眠了 没有感觉腹部疼痛 观世音菩萨妈妈真是有求必应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慈悲宏愿变人间 普天同庆正法传 纪念伟大的慈母 观世音菩萨诞辰辰日 一 关于观世音菩萨诞辰辰日的精彩开示 精彩问答开示 二 观世音菩萨诞辰辰日 民间风俗与生活中注意事项 十一 农历生日与佛菩萨相同 事与佛有缘 选自 2018年2月4日悬疑问答 有个同修想问师父 就是观世音菩萨圣诞 成道日 出家日 分别是2月19 6月19 9月19 这个有 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他说那出生在每个农历 1月19的人 有 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师父 跟观世音菩萨如果出生的一样 总是比较跟 佛有缘分的 这是肯定的 哦 就是叫他更好好的努力学佛了 跟佛有缘分呀 你跟佛都会有一个时间出生的 那挺好的 明白吗 你去看一些有名的人 有造诣的人 他的农历都是很好的 好了 哦 那就是相对来说 这个就比较浅一些是吗 就每个农历出约19的人 都蛮好 很好 都有缘分 十二 逢佛菩萨大日子 而去世的人 有何说法 选自 2014年11月14日 直话直说 他当时那个一个人出生的话 初一十五 或者是菩萨的大日子 出生 他孩子出来比较幸运 那么一个人死的时候 有没有讲究啊 假如他赶在一个菩萨的大日子 正好去世 哦 有啊 有感觉的 有有有这种 他死的时候赶到一个大日子 他也有福分对吧 对 也有福分 你比方说 走的之前 正好是菩萨的生日 这种就完全有可能 有很多护法菩萨下来 慈悲加持 这是真的 就算你毛病 很 比较多 但是你正好 就比方说 你考试是59分 对不对啊 59分 58分 说不定就带到60分 就上去了 但是你不能说30分 你就算在死的时候 在菩萨的大日子 你也带不走的 十三 为何有人一到初一 十五或佛诞日 情绪就低落 选自 2018年6月29日 悬疑问答 师父啊 有的同修 一到初一十五 或者是佛诞日 情绪就特别低落 甚至不能念经 这是什么因果呢 师父 很简单 菩萨来得多了 身上业障重了 嗯 回不得家乡 见不得爹娘啊 就这样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十四 农村在家中打灶台 不宜选佛菩萨圣诞日等 选自 卢台长开示 解答来信疑惑281 问 家里在农村 要打灶台 请问 选择什么日子比较好 答 如果不挑选日期 每天中午十二点之前都可以 如果要挑选日期 就选初一十五 但是 不要选菩萨的圣诞日等 搬家也是 中午十二点之前都可以 过了正午之后 日 太阳往下走 很多事情就不顺利了 十五 蛋糕上写了 佛菩萨圣号的字迹 不宜使用 选自 路台长开示 解答来信疑惑246 问 菩萨圣诞日的蛋糕上 用巧克力写着 观世音菩萨 这几个字能吃吗 答 最好不要把 观世音菩萨名字 标上去 你怎么吃 标上去之后 只能刮掉 上面几个字 不要吃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 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因缘果报 无有错 长生忏悔 思己过 执着过错 必惹祸 开悟见性 明因果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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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